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仅不介意提到王浩信 还大赞老公演技好 月初夫妻两的共同好友周立基举办生日派对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同框的两人双双显神 尽管王浩信陈自瑶没有站在一块 但不少媒体都觉得他们已重修就好 没想到陈自瑶这次出席活动 竟然被好友李居民在现场大爆猛料 对方称他不想跟王浩信附和 也就是说两人已经分手 李居民表示 我问过陈自瑶是不是要附和 他说不是 身旁的陈自瑶听到这话后 尴尬到脸红 不停用手臂撞李居民 他直言私人士一向不回应 李居民接着说道 陈自瑶的女儿高大又漂亮 将来可以参选港姐了 接着问他是否会催陈自瑶生儿子 他竟然冲口而出 跟谁催生孩子 见李居民越说越多 陈自瑶只能再次用手臂撞对方 没想到李居民竟然说 又撞我 他肯定不想复合啦 陈自瑶连忙解释道 我的事业心比较重 最后他吞吞吐吐的说 李居民师父风趣幽默 很爱开玩笑 李居民究竟是开玩笑 还是说真话 只有他跟陈自瑶才知道 其实早些年 陈自瑶和王浩信这一对 可以说是TVB出了名的天生一对 王浩信一直是 这些年TVB最帅的小生了 是那种看着就很正的帅哥 有棱有脚 一米八六 练得刚好的身材 盘量调顺 入行前还跟Angela Baby谈过恋爱 以前常常演配角 就够的人要死要活 是戴眼镜最监狱的男人之一了吧 但由于当年的TVB戏骨云集 徘徊在三四线的王浩信 根本没有出错的机会 彼时陈自瑶已经是TVB珍藏级别的 零黑点女神 她两千年就参加选秀 拿下冠军 一举出道 那时她是亮眼的广告模特 满大街都是她的广告 香港宅男们将她奉为女神 身材绝美 开心的时候 眼角眉梢都是小 陈自瑶单凭美 就得到TVB的赏试 但也因为太美 她的戏路很受险 一路一眼配角过来 青春亮丽的花瓶 为了突破形象 她狠心跳出乖乖女的框架 沿了攻心计 坚决 前飞燕终于翻身 拿下了TVB最佳女配 和飞跃进步女艺人蒋提名 2008年 陈自瑶和小两岁的王浩信 相识于广告片场 同时又因野蛮奶奶 大盏歌诗奶开始深情 终于因为一场 永迟热闻一分钟的照片 脸情曝光 那时全港都不看好他们在一起 但王浩信真的太灰了 私下的他才华横溢 谈结他 懂艺术 生活品位极高 还常常画画下厨 这样的男人 就是照着小说长出来的吧 每次说起陈自瑶 还都是一脸娇羞笑 能追到他 这是幸福的事 求婚现场也是在剧院里 王浩信偷偷放了他爱的歌 他喜欢的向日葵 两个人的反应都好真挚 后天后天的 这个场面一直被无数人当成求婚模板 混沙照也很会 亲吻撩头发 各种浪漫的事都齐全了 结果时间选的都是 2011年11月11号的十一时 一生一世都要占有 试问谁不愿意 原本这样帅气敬业 又有实力的王浩信 和美好的陈自瑶 是人人艳羡的金童玉女 对于老公的事业心 他全然支持 为了他主动减少工作量 在家照顾女儿 而且比起拍戏 陈自瑶更享受生活的感觉 他在家总是想着 王浩信喜欢吃什么 照着菜谱一个个学 一起逛街遛狗 很温馨也很平淡 出戏活动 男帅女量 真是太养眼了 每次王浩信入围势地 陈自瑶都在旁边 为他加油拉票 比他还心急 有了女儿后 一家人的画风 看着让人羡慕 但女儿的学习 生活起剧 全都是陈自瑶负责 一心投入家庭 但剧情始终没有按照 童话故事发展 在TVB 熬了十多年的王浩信 终于混出了头 演技上来了 演啥是啥 踩锅街中 智商高有品的盲侠 《新晋2010》里 演得好酥啊 《法腕风云》里 一场山耳光戏 被连打100个耳光 脸肿了两天 TVB演员 实属惊艳 演到这个程度 王浩信已经是 TVB当家响声了 盖拿的奖都拿遍了 师弟还拿了两次 但此时 越来越红的他 在香港媒体中的口碑 开始下跌 人称花心大哨 他的各种私事 也开始慢慢被扒 原来早在结婚前 陈自瑶就说过 受不了王浩信 爱玩的性格 好几次搬走 说分手 但都被王浩信的上千条 就附和短信打动 后来更被媒体拍到 陈自瑶外出工作时 王浩信接谢指会 到自己家里过夜 曝光后 陈自瑶坚定相信 王浩信不会出轨 再后来 王浩信拍东坡家事时 结识了王欣盈 对 就是介入许志安 和郑秀文婚姻的 王欣盈 有媒体爆料 他们在片场暧昧 态度轻挑 陈自瑶仍站出来 陈情双方只是朋友 再战老公 但耐人寻味的是 许志安出轨后 陈自瑶点赞了 黄欣盈喜欢做 灌散的微博 这一趴完了之后 王浩信 又又又又被传在 英国拍戏时 和江嘉敏 发私密短信 再后来 王浩信 又又又又又又 被传在17年的时候 和蔡思贝传出绯闻 两人因接连的影视剧合作 关系逐渐亲密起来 并在拍摄完 《芒侠大律师》后 展开了一段热烈 而且不道德的婚外情 那时的蔡思贝 顶着港姐 亚军的头衔出道 可是香港出了名的 娇脊花 她对于男的 没有任何要求 简直是来者不拒 就是这么放荡不羁的 两个人昏倒了一起 一个是水性洋化的渣女 一个是爱沾花热草的渣男 两人在线下参加影视剧 宣传活动时 也会毫不避嫌的 亲密接触 喜欢追求刺激的王浩信 怎么能忍得了这个呢 有次她甚至深夜去 蔡思贝的家中 两人夜会了两个小时 这种花边新闻 第二天就让媒体们 报道出来了 弄得人人皆知 王浩信的妻子 陈自瑶 知道这件事后 也是契机败坏 想要立刻包袱这对 偷情男女 王浩信眼看妻子如此生气 也只能低下头来 给妻子道歉 在看出妻子 根本没有想要和解的意思 甚至主动下跪 苦苦哀求 妻子原谅她 并发誓 以后不会再和她来往 妻子看她态度这么诚恳 而且那时的王浩信 整直事业上升期 也不忍一手将她的前程 给断送了 也只好软下心来 帮她在媒体面前澄清 而在18年的时候 蔡思贝又出来捣乱 在TVB颁奖典礼上 王浩信迎来了 她演艺事业上的巅峰 斩获了当年的实地奖项 事业上的成功 让王浩信在发言时 也激动万分 台下的蔡思贝也抑制不住 自己为她感到开心的心情 愿是将自己当时 进行的采访给终止了 自己则以飞快的速度 跑到台前 满眼前来的激动 不已的注视着王浩信 她的这种过激表现 也让不少媒体 纷纷拿来大作文章 这也激发了众多观众 对她的不当行为的嘲讽 说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的老公是王浩信呢 据港媒统计 她的花边女友多达六位 老婆女儿不用管 买房倒是有扣 有一次 陈自瑶外出工作期间 王浩信瞒着她去买豪宅 被曝光后 她转口说 是买给妈妈的 陈自瑶还是从媒体口中知道的 但还是维护 她很孝顺 没告诉我很正常 但有媒体罢出 房子根本没写妈妈的名字 全在王浩信名下 往后 陈自瑶没有澄清过了 直到颁奖里 姚姐连脸都不想给了 以前港媒拍到的两人同框 几乎每张都是春风满面 但如今的眼神变化 实在太明显了 王浩信拿奖 陈自瑶微博都没转 只发了自己和姐妹的合照 以前深爱是真的 现在不爱也是真的 网友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评论 再也没有那个为你加油拉票的女孩了 小鲤鱼倒觉得是件好事 陈自瑶终于慢慢找回自己了 以前自己带女儿 时常熬到脸色憔悴 现在运动 健身 做美食 旅行和闺蜜聚会 姐真的太美了 不管又没有离婚 她已经明确表示 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 对着渣男笑不出来 但跟姐妹在一起笑得可快乐了 姐就是故意的 我一直很紧张自己的事业 话语间跟当初抛下一切 为了王浩信的女孩截然不同 哪怕王浩信在各种场合Q她 又是生日祝福 又是颁奖礼是好 姚姐表示冷漠 并且只对自己的事业感兴趣 而且她39岁的状态 真的太好了吧 可清纯 可名言的长相 演戏完全大女主 何必困的家庭 不知道为啥 看了他们各自走到现在 有点痛快 我们看过太多娱乐圈原谅她的戏码 这样有逆风翻盘之时的让人振奋 当然当事人的婚姻只有自己清楚 但一切都昭然若揭时 不再配合演戏 各顾各的 放你出去浪 也放过我 兴许是最好的选择 就像她在微博发的 谁说话一定要别人耸 姐姐不要再为渣男哭泣 事业搞起来 目前两人离婚的传闻 已经传了好几年了 但是针对外界的种种猜测 双方一直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虽然此时王浩信和陈自瑶再度爆出离婚传闻 但是可以发现 陈自瑶依旧采取的是 必而不达的处理方式 所以两人究竟有没有离婚 或许这真的也成为了 香港演艺圈的又一大外界之谜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